我们怎么自己我保护 你先不要陷在这个陷阱里 你陷在陷阱里 自己做了恶业 自己要长报的嘛 那自己长报 请问怨怨相报 你什么时候得解脱 能学佛法啊 你什么时候得狭满人生啊 对不对 你没有狭满人生 你怎么学习啊 你怎么学佛啊 你学佛 你的冤家债主 就会把你拉回去的 有的人出家 我就看得到 有的人出家 然后他家的冤情在这里 就说了 你出家 除非我死给你看 你出家 本来挺好的 关系挺好的 他要学佛了 他就不干了 就变成天下最大的仇人一样 就是不让你学佛 就是你最爱的人 最亲的人 这样子恒加阻碍 你说你这个很痛心的 你想学佛没机会啊 这个就是什么 你过去 过去就种的这个因啊 那请问这个 现在还敢不敢种啊 那过去种的 现在要不要忏悔啊 忏悔啊 所以这个佛陀 这里就又给我们 在这里面很奇妙 这个推一样 又把我们 从这个五着恶势里 开始往我们 遮止我们的恶业 遮止我们的恶源 然后又把我们 扭转到佛道上来 想尽办法 要把我们救度到 极乐世界这条路上来 对不对啊 但是请问 释迦摩尼佛来五着恶事 干这个事 容易不容易啊 所以当释迦摩尼佛 往昔发这个愿 要来五着恶事 人寿百岁的时候来成佛 阿弥陀佛听到 泪水的哗哗的流下来啊 阿弥陀佛都说 我是在净土而成佛 竟然你去五着恶事 去成佛 在众生连善都不知道 连佛的名号都不知道的地方 你去成佛 你成佛都没人认识你啊 你教化众生 没有人听你的呀 这个工作这么难做呀 佛陀来到我们说婆世界 要传播真理 容不容易啊 要教化众生 容不容易啊 反对他的人多不多啊 他要讲真理 请问偏见会不会固执 既得利益会不会反抗 从三千年前是这样 到今天也是这样 未来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珍惜今天跟佛的缘 珍惜我们听到的法 珍惜坚定自己的信念 我们修行也会遇到障碍 但是我们要把佛的教化 秘密地隐藏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也不要因为我们的信仰 去恼乱别人 知道吗 愚昧的人 有偏见的人 会因为你的信仰 触怒于他 你本来没有得罪他 但是因为知见不一样 行为准则不一样 他会嫉妒你 甚至恨你 虽然这些不一样 但是我们不愿为他们为敌 我们也不愿意 因为我们的信仰 伤害到别人 在不适合的时候 我们也能把自己的信仰 隐藏起来 这个也是 互念佛教 保护佛教 也是保护自己 也是保护众生 这个五浊恶事 佛来都献 菩萨来都献凡夫生 所以我们修习佛法的人 我们要会互念这个世界 互念这个众生 不要让他们 你学佛还没成道 你还没有集身成佛 他因为你学佛 他集身下地狱了 因为你的缘故 他造了放放法的因缘 放法会下无间地狱的 特别你在家里 你一个人学佛 你的父母兄弟姐妹都不理解 看到你就诽谤佛教 看到你就骂出家人 出家人都是骗子 然后社会上传的视频也多 也是很多的 出家人的负面的 有的不是出家人 不是真实的 但是不是真实的 他也不管的 他只要能够 他只要能刺激到你的信仰 他就把这些视频 编辑传播 诽谤三宝的视频 传播的速度 传播的面积之大 是超越我们想象 像我们这个 你看是法会 那么精心的编 我们的摄影 我们的后期制作 每天都半夜三更的 都在编 你们看到的那个新闻 你知道多少文字 图画视频 有多少的力量 但是这样的片子 你看点击率多少 那个世间的那些 假仇恶的 那些诽谤三宝的 一下传播力 一天就是几十万 几百万 遍布各个角落 真正的三宝形象 真正的三宝功德 没有人传 你就知道 这个众生的刚强到 什么底部 所以我们珍惜 今天跟佛的人 珍惜我们听到的法 珍惜坚定自己的信念 安托波都说 假使这个世界满中大火 我们都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要有怎样的 这次我们在法会期间 文殊菩萨大慈大悲 加持着我们每一个众生 有心无心 所有这次法会 文殊菩萨的 很奇特的 在五台山呢 献云献光 少除二丈云 乃至 消除生死云 所以这一次你看 天上 蔚蓝的 澄清的 文殊菩萨的智慧啊 赤裸鸣空的智慧 所以 所以住在五台山 确实 对于我们在南方习惯的来说 在这里温差这么大 每天超过15度的温差 又很干 但是 就更加的提醒我们 为什么住在这里 所以每天就精情地祈祷 大智文殊菩萨的加持 所以我们这次法会也是 环境 寺院还正在建设啊 环境还 不整洁啊 不平淡 条件还艰苦 大家赶到这里 就是 愈发地显出我们的虔诚 我们对法的 这种啊 景仰 所以 我这边也有 给大家 供养 法会 最主要是 代替我们法会的 所有的弟子们 也是赞叹 赞美我们文殊菩萨 在法会前呢 我这里 先做一个赞供 我们所有的佛弟子啊 都想见到 大智文殊菩萨的面 想得到菩萨的加持 我们的开智慧 所以就这样一个祈祷 赞供 任谁与圣文殊赞供 起加倍 或求大事 清净面容与智慧 情送世尊宝典 思维所说意 大善知识 开始欲说诸情境 乃至律师受戒 誓言蒙语心 或者发起真实罪过 忍悔意 喜与自散 随喜他人散事业 根尘实境 不获出具观照力 生老病死 愚痴梦中所发生 常乐 常乐我尽 般若 至心 本尝尽 不假文字 推理 逻辑 诸思意 三层八中 皆是佛主 悲止业 冷涅 明相 诸言 亦是 菩萨面 即以诸法 实相 皆显 金色界 南无大智文殊 施利菩萨 南无大智文殊 施利菩萨 这次我们在一起 学习 佛说无量寿经 在这个世界 我们是说破世界 第二金康座 也犹如灵鸥山一样的 圣地 衔接千佛 却加持的圣地 我们在这里学习 佛所说的 亲口所宣说的经典 介绍着极乐世界的 一阵庄严 每天我们 分分秒秒都 灭无量罪业 分分秒秒 指无量福德 分分秒秒 开发我们的 不思议的智慧 所以我们也以此 作为对佛陀 本世世家佛陀的供养 对大智文殊菩萨的供养 对普贤菩萨的供养 对西方 接应导师 阿弥陀佛的供养 对大悲观世音菩萨的供养 对无边光赤身 大师之菩萨的供养 我们这个也是一种法的供养 人在世间爱欲之中 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当行至去苦乐之地 身自当之 无有待者 善恶变化 殃福益处 素于言代 当独去入 愿到他所 莫能见者 善恶自然 追行所生 遥遥明明 别离久长 道路不同 会见无期 甚难甚难 经得相知 何不弃重视 各欲强健时 努力力修善 仅仅愿度视 可得极长生 如何不求道 安所需待 愈何乐乎 如是世人 不信作善得善 为道得道 不信人死更生 为师得福 善恶之事 都不信之 为之不然 终无有事 但作此故 且自见之 更相瞻世 先后同然 转相承受 赋予教令 先人祖父 速不为善 不实道德 深于神案 心色异弊 此生之趣 善恶之道 自不能见 无由于者 吉凶祸福 尽恶作之 无疑惯也 生死常盗 专相似利 祸父枯子 祸子枯腹 兄弟夫妇 更相呼吸 颠倒上下 无常根本 皆当过去 不可长矛 教育开导 信之则少 是以生死流转 无有修止 如此之人 蒙明彼徒 不信经法 心无远虑 各欲快意 吃货爱欲 不达于道德 弥默于生怒 贪狼于财色 作之不得道 当更恶去苦 生死无穷疑 哀哉甚可伤 或使世家父子 兄弟夫妇 亦死亦生 更相哀念 恩爱私慕 幽恋绝父 心意痛酌 别相顾恋 穷日足岁 无有结义 教育道德 心不开明 思想恩好 不理情欲 昏蒙暗色 欲获所赋 不能深思熟悉 心自端正 专精行道 绝断世事 便玄至今 年寿忠敬 不能得道 无可奈何 总未溃扰 皆贪爱欲 祸盗者重 物知者少 世间匆匆 无可了赖 尊卑上下 贫富贵贱 勤苦聪物 各怀杀毒 恶气有名 唯望兴世 唯逆天地 不从人心 自然非恶 先随语之 自听所为 晒其最极 其受未忠敬 便顿夺之 下入恶道 累世勤苦 辗转其中 数千一劫 无有处期 痛不可言 甚可哀悯 佛道弥勒菩萨 诸天人等 我今于辱世间之事 忍用事故 做不得道 当俗思计 愿离众恶 择其善者 勤而行之 爱欲荣华 不可常保 皆当别离 无可乐者 欲佛在世 当情精进 其有志愿生 安乐国者 可得智慧明达 功德殊胜 不得随心所欲 亏复经界 在人后也 堂有一意 不解经者 可据问佛 当为说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一段啊 句句啊 前面描述极乐世界 描述诸佛菩萨 我们不是我们的境界 读了是梦里 云里雾里 开飞机 这个是句句落地 特别有地气 这个 我们太熟悉了 熟悉到我们都不知 因为怎么呢 子缘生在此善中 所以佛陀 逼我们了解我们自己 佛陀逼我们了解这个世界 佛陀不仅仅了解 当时的印度 也了解 我们现在的时代 乃至未来 人间要发生的事情 经文在开头的部分 普贤菩萨 文殊菩萨 然后就弥勒菩萨 代表贤解一切菩萨的 这边弥勒菩萨 这个世尊就在对着弥勒菩萨说了 这个时候等于是就交代 把这个法等于交代给弥勒菩萨一样 所以净土法门 这个等于法权也是传承给他 不仅仅是袈裟 传给他 给他受祭 实际上对于这个人世间的法 这个三界的法也传给他了 在中国啊 我们各个地方 你只要记得起来的大佛 那个大佛都是弥勒菩萨 都是弥勒佛 四川的乐山大佛啊 包括我出家的大佛寺啊 弥勒菩萨他成佛的时候 人寿八万四千岁 人的身高本身就很高 然后弥勒菩萨就 弥勒菩萨的身高就更高 非常高大 所以佛陀本是释迦牟尼佛 已经属于高富帅了 他身高三米 释迦佛陀 三米 他披的那个袈裟要多大 但是刚才镜头里你看 他接过来两个手都付不住 两个手指都付不住 到弥勒菩萨的手里 所以他举起来给大家看 在那个五浊黑暗的时代 释迦牟尼佛以大勇猛心五百大愿 去度化那些刚强难度的众生 这样子赞叹的时候 弥勒菩萨也流下眼泪啊 赞叹释迦牟尼佛 所以今天法会也很奇特 今天法会最后 他们也感送到了 这尊就是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在兜塞内院的这张图 这个这尊佛像 那这尊也是 我这里面供了好几尊 这尊盘腿夹腹坐的 也是在兜塞内院的 还有一个 这个还有一尊 这边一尊你看 我所指过来的这边一尊 就是弥勒菩萨成佛的像 成佛的像 它的标志就是有一个湖 有一个甘露湖 然后我前面有佛刊的那尊 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第一尊像 沾探相佛 这我从印度 是我们释迦族的族人 后裔做的 然后供在前面的 接迦佛的那个就是弥勒菩萨成道的像 成佛的像 弥勒佛成 我出家的寺院大佛寺也是弥勒菩萨显现的成佛的像 弥勒佛像 非常的高大 由道宣律师的前身 身幼律师 制作于梁武帝时代 已经超过一千五百年了 我就是在那里剔头 在那里避净土观 在那里修行了六年 智子大师也是在这尊向前入涅槃的 所以他就提到就是弘扬佛陀的 释迦佛的教法 然后一直承接到弥勒佛的时代 我们很多出家人都会发这个愿 就像这个佛陀交代 遗嘱交代给地藏菩萨一样 从释迦入灭到弥勒佛成道 领导主持做明良教主 弘旋佛法 所以地藏菩萨一般都显得是出家人的形象 所以很多出家人都会发这个愿 所以像玄庄大师他也是 他最后也是求生都在内院 但是他发的就是 远照世家 把佛陀的教法在弘扬的这个世间 召聋佛中 一个人要有一种 我们现在讲格局 实际上就是一个雄大的一种 心愿 关系到这个人类 关系到四生九有的众生的 苦乐的 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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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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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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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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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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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像天人一样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到现在 李宗盛 你到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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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